这个医生给一个死刑犯做诊断 指甲和嘴唇发紫 这是缺氧的表现 紧接着听了一下病人的胸部 发现肺部有积液 呼吸频率达到了50 太快了 随即他判断病人会在一小时内死去 预长有点着急 虽然是死刑犯 但这个死法和事件还是有要求的 在申请了法院令后 病人被送到了医院 血检尿检 毒品检测做了一遍 没发现问题 就在此时 病人突然苏醒发狂 将病床都弄散架了 嘴里含着要喝水 这是失神和脱水的症状 豪斯让人在座血液物化 结果出来 发现病人PH值较低 这是酸毒症 什么会引起酸毒症呢 常见的甲醇 易烟颈 糖尿病 尿毒症等 都会引起酸毒症 豪斯让阿杰去监狱看看 病人接触过什么致病员 阿杰还没回来呢 病人心率突然下降到30 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豪斯给他注射了一针阿托品 暂时稳住心率 这边阿杰也打来电话 除了一些空瓶子 并没有搜到有用的东西 但豪斯却想到了什么 他拿着一瓶酒找到病人 这个医生在给病人灌酒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 喝得不亦乐乎 一个小时过后 医生说 你一个死球 为啥还自杀呢 病人很无奈的说 等死太难受了 豪斯说 呀那对不起 你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刚才的酒精会中和你的甲醇中毒 病人真是身无可恋 急症算是治好了 但豪斯并不打算 把病人送回监狱 他认为病人自杀的理由不充分 并且至今还没有出现过 伊丽丝求自杀事件 所以病人肯定还有其他疾病 导致他心性生变 于是豪斯让助手 给病人从头到脚 做了一整套检查 最可能出问题的脑部显示正常 院长让豪斯尽快将病人送走 不要影响医院生意 但病人突然腹痛不止 豪斯拉开被子 发现病人大出血 医生迅速对病人进行了手术 病人部分肠道坏死 医生做了切除 但豪斯认为这还不是主病因 肠道坏死不至于控制人的心性 病人总共杀了四个人 第一个因为妻子外遇 他杀了妻子 第二个因为育友欺负他 他杀了育友 第三个因为育警虐待他 扭断了人家的脖子 然后还有第四个人 档案中没有写具体原因 豪斯去问病人 病人说因为他在看书时 感觉那个人盯着他 目光仿佛在自己身上挖了个洞 使他不停的流汗 开始发狂 因为别人多看了自己一眼 就痛下杀手 虽然不可思议 却让医生恍然大悟 他点点头 大概知道什么病了 他问助手什么能让人发狂 两人猜了几个都没猜度 豪斯说 病人得了四个神经细胞瘤 该细胞瘤位于肾上线管壁 随意释放大量物质 这就解释了病人的心动过速 肺水肿 血管收缩导致的肠坏死 豪斯让病人做核磁 由于核磁会产生巨大的磁力 病人身上的纹身含有金属 相互作用下病人疼痛难忍 但医生确实发现了东西 豪斯的猜测被验证 通过手术 病人体内的瘤子被摘除 此时泰勒来找豪斯 希望他作为主治医生 能替病人作证 向法官说明 是个神经细胞瘤 对病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影响 说不定病人的死刑会被改判 但豪斯不同意 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 有多重因素造成 对于病人来说 他所生长的环境 才是塑造他行为的一个主因 而肿瘤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人谁都没有说服谁 最后豪斯尊重泰勒的决定 留泰勒自己出庭作证 好了 下期我们继续豪斯的整病探案